回來看這租房子 也要考慮清楚了 因為頂樓加蓋 其實他們的租金都比較便宜 很多人看準這一點就入住 可是其實頂家 它是寄存的違建 一旦有人檢舉的話就會爆拆 有民眾就說 他才入住這個頂家三天 原本租應該是兩房一廳 可是被拆了之後 變成了一房一廳 等於說使用空間大縮水了 可是房東卻只願意減租500元 位於四樓的公寓 磁磚顏色不太一樣 外觀就能看出是頂樓加蓋 租金相對便宜 不少人看準這點入住 不過就有民眾才入住三天 就被檢舉爆拆 想要減租卻被房東拒絕 讓他氣炸了 這一間公寓的頂家 本來格局是兩房一廳 不過經過爆拆之後 變成一房一廳 使用空間大縮水 房租卻只減少500塊錢 這讓房客超傻眼 因為只剩下一房 房東卻只減租500塊錢 或退還兩個月押金 讓他考慮提高 而附近房租比一比 一房一廳約1.5萬元左右 不過以這間來說 扣掉減租還要17500元 實在不便宜 只不過住頂家本來風險就大 一旦有人舉報 其實就會立刻拆除 專家也提醒 房客萬一碰到相同狀況 可以主張權益受損 向房東來求償 除了去申請所謂的 一個月的賠償之外 當然他們還是可以去走一些 像是訴訟調節的情況 對於像是搬遷的費用 或者是說其他上面 物件上面的損失上面的費用 以及一些風險上面的承擔的費用 都可以去做申訴 還有民眾表示 連日高溫住頂家 真的像在三溫暖一樣 但冷氣壞掉四天 房東卻遲遲不找人修理 自己找人來修理 卻被房東嫌貴 把人趕走 那個東西算是房東的財產 對 如果是人為損壞的 當然是租客負責 那如果它是自然久了 損壞了 但是就是房東要負責這樣 房東跟租客應該 直接要先商量好 物價房價雙雙飆漲下 想找間相對便宜的頂家房 卻也是問題一大堆 租屋族真的是越來越辛苦了 東森台新聞 陳昂宏林浩宇 台北報導 看盤不通算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